所以我们很多的中国车迷错过了太多太多本田非常伟大的车型 下面我给你说几个吧 说几个我认为本田比在全球看影响力比较大的车型 首先咱说个大的 说本田下最好的锦衣 这个锦衣相当于啥呢 我看我们找一个对比 它相当于汽车SV领域里边的劳斯莱斯库头男 库里南呢 相当于库里南在SV里的地位 到这份上了 本田金翼到现在应该是45年了 这个金翼是这个地球上最为豪华舒适的大型巡航摩托车 跟他们定位比较类似的 还有两台车 一个是宝马的K16B 跟亚马哈的至尊华详CVO 但是这两个车是赶不上金翼的 那么这个金翼是什么一个诞生背景 1975年的时候 当时为了美国市场 本田推出金翼的第一代车型 排量比较小 叫GL1000 这个GL1000呢 你要看到这个车 你跟现在金翼比 你感觉是两台车 没有什么关联 非常复古 999cc 水平对质四缸发动机 单顶吞轴SOHC 跟老的思域什么飞度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转动呢 可不是链条 轴转动 这个轴转动不是本田首创的 宝马是最先用轴转动的 宝马当时因为凡尔赛条约嘛 不让他造什么飞机发动机 造模子车 所以宝马那个时候开发轴转动 这车没什么优点 就第一代 就一个优点 别人比不了 体重太大了 272公斤的 1975年 对吧 所以这个车不是很成功 刚开始的时候 那么第二代的话呢 用那个新发动机 1085cc 从1975年到1979年 第一代这个金翼本质上没什么变化 一直到1980年才大改变 改了个名叫金翼GL1001 那你看他那个宣传海报啊 各种洲际公路 就是让你巡航的 美国人不愿意巡航吗 对吧 到这个结构园 到了1970年的时候 本田已经占统治地位了 他刚开始用右手来走量 来扩大影响力 那现在到这个结构眼 用这个大金翼来赚钱 那么当时这个车配了很多 当时看很高科技的东西 比方说整套的旅行配件 包含侧箱啊 尾箱啊 你还能选装音响 那么到了1984年 本田进一步提升金翼的排量 到了1182cc 改名了叫金翼GL1002 1985年是金翼10周年之际吗 又加了很多高科技 1985年就电喷了 1985年的大众还没有电喷呢 还化油器呢 人家都已经电喷了 对吧 巡航控制 定用巡航啊 自动调节后减量器 就是这代金翼 跟你现在看到的差不多了 这个就是奠定了本田金翼 在摩托车巡航领域里边的地位 那么1988年推出金翼GL1005 这个就是加拿大鸡蛋哥 他那台车 这台车最开始上市的时间是1988年 那这个车是六缸的啊 水平对质六缸发动机 其实这个摩托车呀 刚开始是一个测试产品 那他刚开始是希望1975年上市的 但是由于当时1975年的技术的限制 没能量产 但到了1988年呢 哎呀 那技术全都突破了 对吧 所以呢 赶忙把这个发动机用到最新一代的GR1500上面 而且你要知道这个摩托车可带倒挡的呀 你听说谁家摩托车带倒挡 这个金翼就带 你就算非常瘦 哪怕是个小姑娘也能骑 你看抖音很多小妹儿骑金翼 马眼的金翼 他往上一骑 就感觉好像无人驾驶 就跟踏实玩具似的 对吧 但是没问题 是能启能启动的 对不对 那么一直到2001年 第五代金翼才取代他 第五代金翼就1800cc了 我记得我跟加拿大鸡蛋哥连线的时候 我问他是1800cc的吗 他说不是 他1500的 那1500就第四代 1800是第五代 1832cc 哎 我跟你说当年的萨纳 也有1.8发动机 对吧 我当年跟这个车比加速啊 让你先跑一分钟 一分钟要夸张 让你先跑20秒 咱们画一个20秒不行 再来个0到400米加速的话 让你先跑300米 行不行 差不多 这个车改进了很多 他单独设计的车架跟单边有臂吗 而且整个车体是铝合金的 减重 你看他排量增加到1832了吧 比之前那个1500还轻呢 扭矩也增强了 六缸发动机也非常非常的平顺 加速也非常快 那 而且呢 这个减震系统重新设计 所以说这个摩托车 虽然是个重型机车啊 他比他们这个级别很多 不是这个级别 就很多品牌 他们的小型车操控性都好 哎 就跟我之前给你们举例子吧 宝马当时的740 V8 420 那个车型 带主动防侧轻的 那个车要比当时大众高尔夫四代 还灵活 还灵活 至少说那些试驾过的客户 确实有这个想法 那就是当时那个740 他赶不上当时宝马325 什么330啥的 但是跟普通的 什么卡罗拉 什么福克斯比操控性 别看棋系五米多长 依旧非常灵活 而且后来的棋系 又加了又加了后轮转向 就是 就是那个740 他是320T那一代了 之前740不是那个420V8的吗 对吧 他刚开始推的不是320T 他最开始推的是320T T双无论怎样 就那一代 对吧 那一代更猛了 那一代后轮带转向的 你知道吧 你比方说 你要跟一个 咱说穿插并线 可能不行 车太长 如果是跑山的话 你拿这个740 跑山 那边是福克斯 或者来高尔夫GTI 我跟你说秒杀的 杀也不是 然后这个金毅 06年居然带导航的 而且呢 配备了安全气囊 你想不到吧 摩托车带安全气囊的 那么在2012年 金毅做了小改款 那增加了行李箱的容积 那去年 不是前年 前年2018年 金毅又换代了 这一次定义了一下 本田让全世界爱好者看一看 什么叫终极摩托车 应该是啥样 各种眼花缭乱的配备啊 就是车上带的 基本他都有 他有的车上都没有 哎 我给你说说啊 水平对质六缸 单顶吞着1833cc排量 最大功率140匹啊 4500转就能输出最大扭矩 这个变动箱双离合的 哎 这个双离合跟斯伯瑞 呃 斯伯瑞SI那个差不多 结构差不多啊 然后他前面带 带那个风挡嘛 人这个风挡哎 电动的能升能降 带小开口的 而且前后排座椅加热 定速巡航 千远力控制 HSTC巡迹控制 就相当于车里面的ESP 对吧 带低速挪车功能 带音响系统 带苹果CarPlay 带什么安卓auto 带自动启停的 手把还 这个手把还带加热的 就跟方向盘加热似的 后座还带按摩的 电动的后备箱 你的车可能都不电动后备箱 对吧 带边响 而且无钥匙启动 遥控启动 前排带气囊 对吧 前轮320双叠片 日清六活塞卡钱 后轮单向三活塞卡钱 标配ABS 还带脉冲启动系统的 前后可调电子减震 它有三种模式 一个模式单人模式 第二是双人模式 因为你做俩人啊 它前后配重不一样 剪刃器根据这个来调节 那还有行李模式 比方你载重的话 它也会自动调节 对吧 前后剪刃器的软硬 而且前轮架多连杆的 而且在坡道启停的 你停到大斜坡上面去 不用担心 不会后流 自动给你刹停 给油就走 对吧 反正一切 现在任何摩托车上面 有东西 基本上它都有了 反正本田对这台车的 做法是不惜成本 我就跟你讲 它相当于 SV里面的裤兜男 就这么一个情况了 让老百姓知道 什么叫世界第一的车厂 造出个大旗舰 应该是什么样 造就的结果是 你只要骑这个机翼 一上大马路 从一开始点火 给油往前骑 它就跟一般摩托车 它是不一样的 一呢 几乎没什么声 这个是本地黑科技 从最小的PCX150小踏板 到机翼都有 全系配备 脉冲启动功能 二呢 非常线性 没有非常突兀的感觉 你切到地档 你就直接控制完就完了 控制转速就完事了 你不用什么考虑 什么控制离合器 这个那 你啥也不用管了 你可以切到一口模式 或者说这个什么什么 就是运动模式吧 这次都可以 动力非常的平顺 换挡也非常精准 你虽然双离合 你感觉不到什么 叫抖动跟顿挫 我看了很多美国媒体的评测 我是没有起过最新款的经济的 但他们的评价 不太像双离合 至少说很多双离合 在低速是有顿 是有抖动顿挫的 你就保时捷911 12档 他也抖 他也顿 对吧 但是经济还真不在 因为本田的双离合 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一般是 双离合前面会套着AT 就跟丰田CVT似的 丰田的CVT里面 又是CVT 又是AT 又是他们手动那个齿轮的 各种 是吧 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这车多少钱呢 这车中国这边是有卖的 那是已经引诱中国来了 裸车是45万把 高配的 这个应该不讲价 我告诉你 不加价就不错了 落地50万 但是 形象上写了 13年 强制报废 你知道这个金益 从诞生到现在 有很多二年的车还骑呢 加大鸡蛋哥 他买九几年的摩托车呀 那车况都老好了 那前车主 其他周游美国 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要13年 强制报废呢 就是没等到 就是你报废了 人家那个车 还是个壮年呢 但是你没有办法 是不是啊 下面咱说一个 另外一个系列 CB系列 这个我曾经买过 我曾经买过CB400 我也买过CBR 但是大概 骑了没多长时间 我先买的CB400 水车 没有手续 在长春不敢骑 当时我在吉林市 我买的 骑了一阵 后来感觉 不拉风 有点太复古了 因为它圆灯嘛 不到感觉我是 那个刮大白的 刮腻的 立功啥的 后来我就把这个卖了 卖了我以后 添了几千块钱吧 买了个CBR4297的 完了 后来也又卖了 买了一个 我想想啊 是哪年款的 就有一回我拍个照片 各位可能看到 我那个照片了 就那个 那个骑了没多长时间 我就回长春了 我就不敢再骑了 因为长春当抓得非常紧 后来就卖给我一个朋友了 所以CB系列的摩托车 我是比较熟悉的 而且我跟那个本田 一个大师傅 非常关系非常好嘛 他也经常修这个车 也拆过 我也见过他拆解 整个里面的箱子 包含发动机 做四缸平衡 做些那个 做些调整什么 我都看过 我前面说 本田画尔代产品 比较重要的 这里面包含 CB750 另外两个 比较经典的是 CB400 跟CB1100 有很多人是因为CB这个车 了解了本田 也有很多人因为CB爱上摩托车 也有人因为CB踏上追梦的旅程 也是因为有人因为CB 在赛道上每一次一次突破极限 在高速公路能拧到189 是吧 咱们说这个车 1959年的时候 这一年是我母亲出生那一年 那本田推出CB92 这是这个名字第一次 应用到本田家车型当中 刚开始这个车是125cc的一个 风冷四双层层直列双缸发动机 当这个转速拧到一万转的时候 最大马力15匹 你别看只有15匹 1959年是同级别里边的最高 最高动力了 那么在1959年到1969年时间当中 本田决定把CB 咱别整这个啥了 别整两缸发动机了 咱们整四缸 于是名震天下CB750诞生了 是全世界第一个量产四缸摩托车 无可争议 CB750拥有非常可靠的性能 也是它带领日本摩托车产业 突破世界各种的困境 走在前面 把所有的车厂GTK 是这样的 这个CB无愧是一个明星车型 去年的话 这个CB750正好是50年 就是现在你买到最新的CB系列 它的一些设计元素 跟最早的CB也是一样的 也是致敬传奇 那么在1974年 国人比较熟知的 我非常熟知的CB400亮相了 1974年 1974年就搭载直列四缸发动机 408cc的排量 37匹 1974年 这摩托车能干170 当时我买那个 哎呀 我买那个CB400是久几年 不带伪泰克技术的 也能跑到180 我告诉你 你别看那个车是久几年的 到了1981年 本田推了一个带跑车整流罩的车型 CB1100R 这个车型 哎 顺便说一下啊 他家有个CB1300 还有个小故事呢 我跟你讲 就这样才发生的啊 那这个CB1100R 是CB系列 第一个带R的 你像带R的不好惹 你像这个GT 这个高尔夫7R 对吧 上库R 那这都不好惹 然后呢 这个CB1000 是本田CB系列的旗舰嘛 现在最新款呢 有这个1100 呃 有1100EX 1100RS 啊 就更猛一些了 你看奥迪 有A7 有S7 有RS7 对吧 哇 那么现在最大排量是1300 啊 但是最经典的是1100 我跟你说一下 那为什么我要提这个1300啊 前两天看了个新闻 就是我建议啊 我也建议一下各位 如果你还在骑水车呢 这个结构眼 你不要出门了 你要是过去吧 没啥事 没有这个疫情啊 别拦你啊 你就跑就跑了 你现在拦得你跑 他警察不知道是啥情况 他不知道是 你是因为你没手续 你水车怕茶 他以为你要发热呢 以为你带病毒呢 我告诉你 弯门倒洞 把地跑回来 问家找着 我告诉你 知道吗 所以你就不要再骑水车 这段期间 你开汽车 实在不必 别出门了 对不对 那个人们就是 别人查的 他闯关卡 他自己心虚 他没病 他就摸车的事 他认为能跑呢 跑了你了 现在我告诉你 摄像头啊 带人脸识别的 带追踪的 从那个卡口 一直到你家 这路上所有的监控 都能看到你 你还当你不知道呢 我告诉你 不光警用监控 还有很多社会监控 比方说有开超市的 我卖豆油的 我卖白面的 那个小摊啥的 那前面超市 对吧 都有监控 那一串 那一串线的话 那不就穿出来了吗 你家住哪 不就出来了吗 对不对 一打听 那谁 跟前上没有骑 大摩托车 一给油的 呼呼想 那个 说是本田 本田不知道啥玩 什么伞 什么伞的 有一个楼上六楼 那家604 你去抓去吧 这不是你抓着了吗 抓完之后 摩托车没收 完还得跟你 跟你那啥 拘留 七天十五天 是不是 那么在1982年到89年这个期间呢 本田可能把这车给忘了 当时本田全力研发这个越野车跟那个公路车嘛 CB什么有什么突破 CB不是不是跑车 CB是公路的 不是CB是街车 那么一直到1990年 四缸CB再次登上历史舞台 当时推了一个CB400F 就是CB1 直列四缸水冷发动机经过十年多的磨练之后 这个技术更加成熟 数据更加完美 这个车是很多车友所熟知的 我骑那款车应该就这个 就不带伪太克 那么1992年 CB400超级这个系列问世 接下来几年就不可收拾了 发动机不断的调整 各种参数不断的完善 外观依旧没什么变化 非常经典 就是圆灯 就很多咱们这个国内这个摩托车厂也学这个 但是呢 哎呀 你就学个外观 对吧 描眉打扁吧 你长得像这个张柏芝 实际上你也不是张柏芝 是不是 就这个四缸有一个特点 就我跟你们提过吧 你像那个奔驰的这个大威巴的 包含福特的吧 有一种煮水那个声音 就跟那水煮开那个声音似的 对吧 本田的四缸什么特点呢 口哨声 就感觉怠速不稳似的 但实际上他就这个动静 就这个声 正常的 你买新车 他也这动静 他不是坏了 这你得知道 这是本田特有的 对吧 跟那个哈雷的马蹄声还不一样 就是怠速的声就这个声 我跟你说 仅限于本田四缸 本田六缸不是动静 本田单缸也不是动静 知道吧 但是现在 但是现在你很多人 你买的CB 你骑的CB 都是水车 他从来没有官方引进过 你知道吗 你整不了 尤其这个CB400 那胶颈眼多减呢 一瞅 CB400 离得远看就知道 那不抓你 是不是 之后呢 本田推出S版本了 1999年的时候 推了一个50年纪念版 红白涂装的 这个涂装是太漂亮了 这个涂装仅次于微爽化 我认为最好看的是微爽化 就是本田参加摩托GP 那个涂装 但这个白 红白涂装也非常漂亮 那这段期间是非常 辉煌和震撼的 后来呢 推出一个新版本 CB400 NC39 那然后发动机改成VTAC了 这个是车里面那个技术 可变气门生成 可变气门正式跟生成控制系统 本田是有两级调节 有三级调节的 是这样的 然后在18年 本田推出了最新的CB400SF纪念版 那外观跟那个90年的差不多 压尾 圆灯 对了 本田家还有什么大黄蜂小黄蜂 也这个造型 圆灯 对吧 600cc的 但是我还是感觉CB更好一些 你像你拿这个车 你拿个九几年的CB400 你跟最新款的什么黄600笔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你虽然是个街车 就这摩托车 你下半可以直接 膝盖也能贴地 你知道吧 你想翘头 给点油马上就翘起来 就是这个发动机 这个省油 一些VTAC音 汽车也有 但是我跟你说 你买的思域飞度 不明显 知道我 因为你那叫IVTAC IVTAC是啥意思 你真不爱说 IVTAC是为了省油的 动力其实不是很强 你去有机会你就开下欧哥的 欧哥3.5的TL 或者3.7的MDX 你可变买混动的 你去开一把 你听听大牌量 就VTAC那个声非常纯正的 就跟那个赛车似的 但是本田的摩托车 很少有IVTAC 这摩托车它不打费油 要的就是性能 对吧 尤其爆TAC以后 还有一个车 那个思域SI2.4那个 那个明显 那跟雅阁俩概念 跟雅阁斯伯瑞特俩概念 就是那个 停产 现在有一个卖二手车 卖个156万那个 但是动力稍微弱一些 但就那感觉好 挂档 把发动机高短数好听 是这么一个情况 中国是什么一个情况 中国大多数骑摩托车人 他把摩托车当成一个交通工具 能骑就行 便宜就行 他不需要注重 什么脊缸 什么机械性能 根本不考虑 中国人买汽车也是一样的 他宁可花四来万买1.5T的 对不对 买个奔驰那一 那啥玩意 那是 那但是人家外观好看 大标 不重视车本身 尤其这个发动机 跟便宜想不重视 知道不 你看国内 也有很多这个大排量 你可能刚开始激动一下 但是实际上 这一起就两回事了 国内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发动机 就是471cc的 中等排量的发动机 自主品牌 龙芯的 那你像很多的车厂都用这个发动机 像摩瑞 摩肖无极 中深 都用这个 都用这个 刚开始很激动 你看这台发动机的性能 你再看看它外观 其实就是高仿本田 就是逆向开发 也没有办法 咱们之前也交代了 为什么咱们国内摩托车行业发展不起来 政府不支持 地方很多都进膜 不让你骑 是吧 我再说这个CB500X 这个摩托车是那天连线谷歌吧 谷歌是不是骑这个呀 这摩托车好像卖七万多块钱吧 七万多 谷歌你要听我这节目 你这摩托车骑够了 你给我先先 你不行卖给我吧 行不行 你不用够便宜 你就市场价就行 市场价卖六万五 你就给我六万五就得了 因为我也骑不长 买新车不合适 整二手的 完了我骑西安一年两年了 完了我在西安出去 再卖出去 你像那个CB500X 它这个低配的应该是没有 没有什么任何储物空间 风挡也不是可调的 也没有护照 手护照也没有 钱杀是单盘的 也没有那个 好像不是双离合吧 NC750是配双离合了 对吧 然后商量的话也不太好听 这说实话 所以这车卖的不是很多 就是本田是想 我这个商标比较硬 我靠这个啥的 是这样的 但是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它的配置稍微低一些 没有那些野花两样的东西 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 在11月6号吧 米兰车展 当时本田把这个全家族亮相了 然后在去年的上海车展 本田又首修了一下 就三台车 CB650R CB300R CB1000R 这几个车 下面咱们再说一个车型 也是非常经典的 这车咱们听有是有骑的 而且我几率都卖了不少了 机油也卖了不少了 什么车呢 叫非洲双缸 非洲双缸 非洲双缸地位相当于谁呢 相当于丰田的兰德库鲁泽 我这么一说 你大概知道啥意思了 非洲 非双这个名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给它起的名 因为它用的是双缸发动机 英文名叫Africa Twin 在本田的博物馆的官网上面 有一段文字描述 这是一辆可以骑着它穿越阿尔卑斯山脉 沿途呢 经过地中海沿岸 然后踏上广袤非洲大陆 并一直骑到非洲那些最荒满内陆地区的摩托车 所以它叫非洲双缸 那么为什么要提非洲 摩托圈里边最知名的地名 是哪 是达卡尔 达卡尔比赛现在已经不在非洲比了 对吧 在南美 但最正宗的是在非洲 对不对 这个比赛是1979年诞生的 本田摩托车 本田也参加这个比赛 最开始参加比赛的赛车是XL250 1981年换成单缸500cc了 XR500 后来发现呢 有点力不从心 那本田工程师想在造一个车吧 搭载了一个45度夹角双缸发动机 排气量749cc 那就是XLV750R 这台车可不是链条的 轴传动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 后来有改进版 后来有NXR750 NXR780跟800 改完之后就不是轴了 它是链条传动的 这个车在达卡尔比赛当中一举成名 所以本田决定把这个赛车量产 卖给老百姓 它什么定义呢 叫重型拉力旅行车 就是公路上面也行 越野上面也可以 1988年 XRV 你没听错 是叫XRV 对 就跟东风本田 小ICV叫一个名 摩托车也叫XRV XRV650 民用拉力版诞生 所以本田给它起名 非洲双岗 两年后呢 改了一下 XRV750 从90年一直造到了2003年才停产 那比赛当中本田一直参加 但是本田从90年呢 到2013年没有参加 这里边横跨了24年 并没有参加 对吧 那这个期间谁是比较烈的呢 KTM KTM已经拿到18个冠军了 比30还厉害呢 回头咱们可以聊聊 达卡尔历史 那么停产13年之后 新的非洲双岗 CRF1000 是2016年上市的 它主要面对宝马的R1250GS ADV 跟KTM的E290 包含杜卡迪的MTS12 跟他们几个去竞争的 那这块蛋糕是很大 本田要吃一口 是这样的 那么今年可能非洲双缸 在旧事上要扩缸 要推出这个CRF1100 和一个缩缸版的CRF850 那这个车多少钱呢 CRF1000L标准版国内卖18万 双联合版本是19万8千 最高版本是21万6千 那如果说把排量增加到1100的话 应该更贵一些 应该更贵一些 但是我相信车迷一定是有的 有情怀人还是有的 是不是 下面咱们聊一聊 新大洲本田跟五阳本田 有个问题 都是本田 他俩有啥区别 其实呢 都是相当于合资品牌 就跟那个一系大众 跟上系大众差不多 只是他们的成立时间 形象顺序有不一样 两家公司的都用同样的技术 同样的图纸 甚至同样的零配件 就跟东本广本 你说XRV跟宾志有啥区别 没啥区别 广州这个五阳本田 是92年成立的 92年成立的 新大洲本田是2001年成立的 之前那个五阳本田呢 他是国企 这你得知道 新大洲是私企 那么在中国呀 国企跟C之间的差别是挺大的 所以总体来讲 五阳本田成立时间比较早 还有一个国企背景嘛 因为他不差钱嘛 有钱 企业规模跟实力 比这个新大洲本田稍微好一些 稍微好一些 所以他们造的车 比新大洲本田 同等规格的要贵一点 你比方说这个五阳本田 有一个暴风眼 对吧 他就比新大洲那个要贵 暴风眼190R 新大洲是叫CBF190R 贵一些 是不是 其实做工质量差不多 差不多 新大洲他成立比较晚 他是一个追赶者 所以他从产品的配置 我感觉更有诚意一些 最直观的差别是五阳本田 他用联合商标 就是五阳的标跟本田标都有 但是新大洲的话呢 不是 他就用本田那个标 本田摩托车商标跟汽车不一样 汽车不是H吗 跟爱马仕似的对吧 摩托车翅膀 翅膀底下是轰的 是这样的 虽然说国内很多城市禁魔 但是我跟你说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摩托车产销国 可能你想不到是中国 而且不是现在了 咱们从93年就成为全世界最大摩托车产销国 一直到现在 现在摩托车年销量都能超过2600万 去年汽车才卖2500万多 这个市场这么大 对吧 而且本田全球第一大摩托车 摩托车 车厂 他不可能事儿不见 所以本田很早就来了 1982年本田就来到中国了 比什么陵木亚马哈都要早一些 1982年本田跟中国的加龄机械厂 他俩进行一个合作 造摩托车 然后1984年签约引进 125cc摩托车发动机生产线 是这儿的 这个合同价值30亿日元 那么2014年的时候 本田摩托车在全世界累计的生产量是多些呢 3亿 3亿 那么这一年也是 本田全面启动进口摩托车来中国的一个原点 先后在北京上海 佛山成都 昆明济南 郑州 南京 设了本田专卖店 那就是咱们说这个国行正品啊 不是水车 对吧 有很多这个喜欢摩托车 车迷啊 经常去逛 但也不买啊 那个日本本田这个他的高端摩托车四爱店呢 叫本田梦想 横的坠吗 泰国不这么叫啊 那么这个车厂是非常非常奇特的 从日本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作风 一个小厂家 发展到现在成为世界顶尖的摩托车厂 他凭借的是对创新的追求 对胜利的渴望啊 这一路走来完全是一部分都是 对吧 当这个产品足够优秀的情况之下 很多时候呢 这个情怀啊 什么品牌精神呢 大伙一般不愿意提 但是呢 本田的他们家的这个东西啊 很多时候是可以打动他的客户的 现在我在我看来对本田来讲 他有一个对手 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 他是一个开创者 他身后有众多追赶者 我们也希望这个本田这个摩托车呀 车厂啊 越来越好 那继续推一些这个 比较这个信仰比高的产品 就是你进口到国内啊 价格别那么太贵 你跟川崎学一学 我认为川崎更有诚意一些 是不是 还有一个咱们希望看能不能国内 哎呀 先把皮卡解禁 完了 先买个猛琴 买个坦途啥的啊 买一个大公羊 完了再过奖年呢 摩托车解禁啊 可以考票啊 按照交通规则啊 你就可以骑了啊 然后呢 你猛琴后边背一个本田摩托车 后拉个本田摩托车都可以啊 咱们看得出了 这回来 好 好